我们今天的单元是要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的艺术 我们上次讲过的单元是他的一些社会背景 那我们要看一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情形之下呢 他孕育出什么样的绘画的技巧跟他的情势 我们的单元有分成中世纪的绘画艺术 接下来文艺复兴早期到文艺复兴的三节 其中一个拉斐尔还有米太郎基罗 那达尔西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角 我们稍后再介绍 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中世纪的绘画 这幅是圣母跟耶稣的画像 在目前中世纪的教堂的壁画 或者是一些雕刻的画作上面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画作 佩琪你觉得这幅画 你看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后面人物后面有光 好人物后面有光环 那光环代表什么意义 其实他们是神的意思嘛 代表神的一种光辉 光明的象征 那你觉得圣母玛利亚的表情呢 她抱着耶稣她的小孩 表情 感觉好像没有很有母爱的那种感觉 没有母爱的感觉 就是比较刻板一点点 就是中世纪的绘画 最主要讲的 就是圣母玛利亚 对加白利天使告知说 她肚子里面怀了上帝的小孩 佩琪你看一下 当圣母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觉得她的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 感觉不开心 感觉不开心 至少要有惊讶或者喜悦的表情 不是吗 对啊 那为什么她都感觉 面无表情很僵硬 为什么呢 不知道耶 这个就是当时一种中世纪的绘画风格 就是你要严肃 宗教是神圣的 是严肃的 是不容许太多个人情绪化的表情的 所以画家必须要把这种意念 表现在的作品上面 所以她的表情是相当的僵硬 相当的白板 对 所以这是绘画风格的表现 他们没有去描写当时 那种人心情的那种感受 所以这是典型的中世纪拜占庭的风格 那我们再看她的风景画 这幅风景画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背景 背景 背景的地方 你们再具体一点点 感觉背景的比例不太正确 比例不太正确 我们看前面这些人 后面人是比较小没有错 可是我们看这个城墙 这个城墙 这些碉堡 甚至后面的教堂 我们觉得 跟我们视觉上所得到的远近的比例 是有落差的 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讲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的绘画数学不太好 什么叫做绘画的数学 你知道吗 绘画的数学 是比例吗 比例 比例是个问题 可是怎么去操控比例呢 就需要有某些数学上的技巧 那我们现在看 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个画家 叫做杜奇奥 这个一样是 那个胎告图 深告图 就是天使加百利告诉圣母玛利亚说 你肚子里面怀了耶稣的小孩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情 一样是比较呆滞 可是比起前面那个中世纪的绘画 是稍微好一点点 不过那时候有把空间做个区隔 像左边这边是天使所站的位置 右边这边是圣母所站的位置 虽然他在空间的区隔上面 就把天上跟人间的这个界线 把它划分出来了 不过他至少在用色上面 已经比较大胆了 在人物的表情上面 也稍微比较丰富一点点 不过还是有一些差别 他的另外一幅 圣告图 这是杜奇奥的 天使的肢体动作 就比较丰富一点点 圣母玛利亚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到一点点稍微的哀气 两只手似乎有点点无助或者是一种惊讶的展现 所以在人物的处理上已经稍微好一点点了 可是整幅画在比例上有没有觉得说什么地方怪怪的 比例上 比例上 我们往上看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种 绘画上的数学 我刚刚说过的 就是所谓的透视法 那要探讨透视法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根据天花板上的线条来做线 如果我们的视角是固定角度的话 这些天花板的线会交代共同一点 那我们像这里这三条线交代一点 可是我们在看天花板的边缘 这两条线它却交于另外一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表示说画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它的角度是多重的 那种多重角度会造成比例的失真 所以我们前面的话比例不太对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画家的角度并不是单领角度 有时候他从右边的角度来画天花板 有时候他从左边的角度来画墙壁这个线条 所以会导致两个线条交点不一致 他所画出来的图形的比例就失真 这我们刚刚所讲的 因为他的视角不一样 画这本书的时候 他又有点由上往下的感觉 所以他画出这本书 然后天使的角度有点便扭 因为整个门的角度都是有点错误 天使描写耶稣呢 被罗马士兵所逮捕的前一晚上 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 然后在这个晚餐当中 耶稣跟大家讲 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 这个情景 那佩琪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你们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 那个耶稣他吃的东西 他吃的这些东西 中间那个猪 这些猪怪怪的 为什么 就是他感觉 应该是侧面一点 不会这么平面 嗯哼 就感觉一样 跟刚刚感觉 肚琪要画这幅画的时候 是从上往下看这幅画 这些东西 可是人的表情又是感觉是平面 视角好像又跟耶稣的眼睛是同一个直线 那我们看一下天画板 我们刚刚说过透视法 这两条天画板的线条交于这一点 另外两条又交于另外一点 这两点不一致 所以导致这整幅画的视角跟比例是有点失真的 所以杜奇奥的画风 虽然说色彩比较丰富 表情比较丰富 可是在比例上还是跟中世纪的绘画差不多 而真正改变文艺复兴艺术的一个艺术家呢 首推乔托 乔托是他真正展现文艺复兴绘画精神的第一人 他不仅绘画 他也是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相当有名的建筑师 因为他建筑师的训练 所以他的画里面会有那种透视跟深度的那种感觉 例如说最有名就是圣方纪教堂里面的一个诗壁画 主 哀到耶稣这幅画是描写 耶稣被钉在石架上面 然后呢 被他的信徒放下来 而这些信徒看到 耶稣满身是血 那时候哀气的表情 你可以发现比起中世纪的绘画 乔托已经能够更丰富的表现出 人脸上的那种喜怒哀乐 包括这些天使 有没有 这些天使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他那个信徒也有光环 不是只有神才有 这些都是他的 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些圣者 只要是圣者就会有光环 所以他的信徒 像你比如说圣约翰啊圣保罗啊 他们都是圣者 所以他们头上也都有光环 这光环的部分 还是保留中世纪的那种绘画风格 这个是乔托 我们刚说他是个建筑师 对不对 这是他所设计的一个高塔 这是在佛罗伦斯大教堂旁边的一个高塔 这是内部的空间设计 两旁都有他所画的诗壁画 下个画家呢叫弗兰切斯卡 弗兰切斯卡比起乔托啊 他用了更多的数学在里面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他这两幅画里面有哪些几何元素在里面 例如说就是透视法 两圆墙壁两圆的线条交于这一点 然后这中间的拱门呢 是一个圆形为中心的 右手边这幅画 这个拱门也是由圆形所构成 那这圆形这里有很多天花板的线条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线条 会不会集中于同一点 我们发现刚好都在圣母玛利亚的头上 所以整幅画的焦点就在这个位置 因此 法兰切斯卡他就是利用数学几何的透视法 来表现出他想表现的这幅画的一个焦点 这是表现出图形的对称 另外画家叫曼泰娜 曼泰娜这是个地画 那我们来介绍下面这幅图 放大来看 这幅图表现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架上面 从我们所画的红色线条 你可以发现 这是完整的对称 接下来透视 这地面上十块的线条 对过去都会相较于同一点上面 这即使是壁画当中很小的一幅 曼泰娜还是花了很多心血 用很多数学级和透视法的比例来完成 这幅画就是很有名的了 中间这个人是谁 怎么知道 中间手画的这个人 忘记了 忘记了 这个就是维纳斯 这是维纳斯 维纳斯他出海的一幅图 是Poticelli相当有名的一幅作品 那这幅画 我们如果用数学几何分析角度来看一下 例如说以维纳斯的中线 画出来 然后天使他们侧身的线条 这倾斜线条画出来 连接成个三角形 右边这个天使的姿态 从脚底这里 又构出另外一个三角形 那我如果把这两个三角形立体化的话 连接起来 就变成这一个很类似金字塔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把它画拿掉 你看到什么 一个金字塔 然后呢 这个金字塔是正的还是倾斜的呢 倾斜的 倾斜的 那为什么这个金字塔会倾斜呢 因为它用这种方法来表现出整个维纳斯那种动态 我们再把这幅画回到前面 这幅画很多人觉得画得很好 是因为它具有动感 而这个动感就来自于数学集合设计 它把这个金字塔并不是用一个平稳的金字塔表现 而是用一个倾斜的金字塔来表现它的动态 那我们再把维纳斯的脸部放大 好 你看到这个维纳斯的脸部 很多人都很美 它画得很美 没有错 可是你们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 脖子 脖子 脖子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下巴这个角度 好像有一点点僵硬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下 首先它整个脸成黄金比例 什么是黄金比例呢 这我们以后会讲 下一堂课会讲 然后呢 我们如果用它的鼻梁跟它身体 胸部中间的线条连起来 OK 整个身体的姿态是对称的 因为它的脸是起斜的 我们以鼻梁中心线条画出来 这两条线交于一点在鼻尖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脖子 它脖子的角度是呈现这种角度 好 我们取个中心画出来 就我们发现哇 这三条线并没有交于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它整个脸的角度 跟脖子所形成的角度呢是 是真的 如果正常而言这三条线连接在一点 交于一点 那整个身体态是最柔和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它整个脖子跟肩膀的角度 是有过于紧斜 但这是细部的分析 如果你只是看一整幅画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做一个细部分析之后 就会感觉到说 哦 原来那个Poticelli在画维纳式的时候 以数学角度而言是不够漂亮的 这是为什么达文西批评Poticelli的话 达文西跟Poticelli是同学 他们都是一起学习的学徒 然后呢他达文西在他书当中 就批评有些人绘画的时候 不遵照数学法则 他所讲的就是Poticelli 这是Poticelli另外一幅画 一样是圣告图 我们再回想刚刚中世纪的 圣母玛利亚都没有什么表情 对不对 这幅画就充满了很多的表情 尤其他的姿态 那我们一样来用数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用圣母玛利亚的姿态画成个圆 然后呢做两条直径 中心点就在天使的这个手上 然后我们再做个直径 你可以发现天使的手跟圣母玛利亚的手 这两条手势呢刚好形成一条直线 我们来看一下透视 现在他画是地板 我们没有天花板 我们从地板的画可以 我们把地板的线条连接 我们就发现这三条线交予一点 有没有很完美 那我有一条线没有画 哪一条你看出来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条没有画 对不对 你觉得画过去会不会交予一点 应该会 理论上应该会对不对 我们画画看 没有交予一点 换句话说 这个地板这四条线条应该交予同一点 才符合透视的法则 可是呢我们发现却没有 这是Poticelli在绘画上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就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盛世 文艺复兴时期盛世有三个很伟大的画家 一个是达文西 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主角 另外一个是米开朗基罗 接下来是拉斐尔 拉斐尔 拉斐尔是这三个里面最年轻的 那因为他的作品 蛮具有特色的 所以我们先从他来讲起 那等一下再讲米开朗基罗 达文西的话呢 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讲 那拉斐尔他的画 他的画正如其人 这个人是一个很清秀的人 脸部相当的清秀 然后他的作品也反映出他的一个秀美的风格 那他在佛罗伦士的时候 莫娜丽莎的微笑 右边是拉斐尔的话 佩奇你看到这两幅画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在颜色方面 感觉差距蛮大的 怎么说 就是右边就很明显 颜色比较 比较好一点 右边的颜色 你觉得比较好一点 那左边达文西的这幅画呢 就偏暗 比较偏暗 这可能是反映达文西 他个人比较阴沉的风格 而右手边这幅画就表现 拉斐尔他一个比较明亮 比较秀美的风格 那除了颜色之外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幅画 脸上表情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比例 似乎都相当的一致 眼睛 嘴巴 脖子 胸部线条 手部的位置 我们会发现 几乎是完全一致 对称性 也几乎是完全一致 除了 你看达文西 把他中心线放在 蒙拉丽莎的左眼 而拉斐尔 把他放在鼻梁 这是个最传统的画法 可是达文西他的画法呢 就比较不一样 他是放在他的左眼 所以关于这幅画的一些其他细节 我们下次上课再来讲 那我们看拉斐尔 我们刚刚说过 拉斐尔受达文西的影响比较大 而达文西的绘画是强调精准的 也就是透视 那我们看一下 拉斐尔这幅画的透视法 我们从地板的线条画过去 你可以发现这四个线条交于一点 中心这个柱子的地方 因此 拉斐尔这幅画是完全遵守 精确的对称跟透视的法则 这是拉斐尔最著名的一幅作品 叫做雅典学园 这个雅典学园 目前是在梵蒂冈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房间据说以前是教宗的卧室 那现在变成一个公共战狼厅 这个战狼厅里面有两幅拉斐尔的壁画 这幅画是比较著名的 叫雅典学园 为什么这幅画叫雅典学园 我们在古希腊的时候 有设立一个柏拉图学院 然后呢 拉斐尔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就想把古希腊那些哲学家 文学家 数学家 科学家 通通画在这幅画里面 我们在上一节可有讲过 文艺复兴时期 基本上是要恢复古典希腊的文化 所以呢 拉斐尔就想 透过这幅画 来表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 这里面的人物相当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中心点有这两位人物 这一个是柏拉图 右手边这位是亚里斯多德 我们在上一节课有讲过 古希腊的三大哲学家 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是最老的 是师祖、师父跟徒弟 那你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拉斐尔把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 放在这幅画的中间 可是他们的师父呢 苏格拉底却放在旁边 为什么?这很有趣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柏拉图比较有名吗? 嗯... 事实上这三个人都蛮有名的 那为什么他把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 放在中间呢? 这是因为影响文艺复兴时期 思想最巨大的 就是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 尤其在科学跟数学方面 我们上一节课说过 柏拉图强调数学 亚里斯多德强调感官的科学 而这在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里面 影响是比较巨大的 相对之下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是最有名的 可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受他的影响就比较小 那我们再看一下右手边 这一个很小很小的脸 我们把它放大之后 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拉菲尔有没有? 拉菲尔他把自己画在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画家 把自己画在这幅画里面? 你猜得到吗? 留作纪念吗? 留作纪念 一个很好的理由 不过 这是当时很多文艺复兴时期 画家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他们为了跟 看画的人产生一种互动的感觉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画在里面 或者安排别的人物 从他们衍生 从画里面往外看 当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这个人 产生一种互动的感觉 所以制造那种互动的感觉 为了不想要太失败 所以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法 而这里 这幅画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数学家 这个人叫欧基里德 我们回到前面这幅画 让大家看一下他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现在从这个角落截取 这是欧基里德 欧基里德是古希腊的一个几何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几何原本》 我们在上次上课有讲过 几何作图这个东西 几何作图基本上是我们国中高中上课的时候 很多学生的梦魇 因为他强调严格的证明 那有人说这幅画里面 欧基里德旁边有四个学生 这四个学生代表 数学学习的四种不同的阶段 好奇、专注、惊讶、理解 你们看出来 这四个学生的表情 哪一个的表情是好奇 好奇 是最后面那一个 这个吗 嗯 你是讲这个 好非常好 这个的表情代表是好奇 是不是 嗯 他想到你们大家在做什么 你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啊 这是个好奇 那专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一个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它是怎么画的 它的表情充满了专注 再来惊讶呢 这个 哇 这个表情充满了好惊讶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最后理解 有一种种喜悦的表情 有没有 豁然开朗的表情 所以有人说 拉斐尔在这幅画里面 就把数学学习的四个阶段 揉住在里面 可见他 画这幅画的时候 思考的程度相当的细腻 再来我们看米开朗基罗 等一下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 你会看到跟拉斐尔完全不同的风格 你从他的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他跟拉斐尔是两个 个性完全不同的人 你从他的表情 你觉得米开朗基罗是一个什么人 感觉比较严肃 比较严肃 嗯 而且眼神充满了一种 好像是忧郁 又好像是愤怒 又好像是愤怒 又好像是一种困惑的感觉 他的作画 以健美的线条组成 等一下我们看到 你刚说 他的表情比较 严肃 你看他脾气是很暴躁的 他跟达文西 拉斐尔两个都合不来 达文西跟拉斐尔两个人感情很好 可是呢 米开朗基罗跟达文西跟拉斐尔都合不来 尤其是达文西 他比较喜欢雕刻 所以他现在留下的作品呢 是以雕刻品居多 他不喜欢绘画 然后他最有名的作品 就是目前西施厅教堂 天顶屋顶上的一个壁画 是他的代表作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不过呢 他的外号就是文艺复兴艺术的终结者 为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会说 我们先看他的雕刻的作品 就是圣商 圣商就是描写圣母玛利亚 从十字架上面把耶稣抱下来 眼看着他的儿子 全身流满了鲜血 在他的怀中死去的那种表情 这是个大理石的作品 可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 雕刻那些衣服的皱褶 肌肉的线条是相当的细腻 所以圣商这个雕刻品 是相当著名的 再我们看他一个更有名的大卫像 左边是现在放在户外的大卫像 左边这幅是个复制品 因为他以前放在一个广场 佛罗伦斯的一个某个广场上面的时候 风吹雨淋了 那个石头已经开始均裂了 因此他原本的作品就被搬到一个博物馆的室内展览 然后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都是在佛罗伦斯一个广场上的一个复制品 两个的差异并不太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 米开朗基罗很少作画 那他最有名就是西斯丁教堂的一个壁画 这是在天花板上所画的画 里面描写了圣经所记载的故事 相当的丰富 米开朗基罗一幅很有名的作品 在天花板的壁画上面叫创世纪 创世纪这幅画描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一个故事 右手边的人物就代表上帝 左手边这个是亚当 根据圣经上的传说 亚当是在第六天被创造出来的 那前面呢 五天他分别创造了日月星辰 还有地上的爬虫类啊 昆虫啊万物啊 还有山川河流等等 后来呢 在第六天他也从始创造了夏娃 夏娃是一个女性 据说夏娃是从亚当上的肋骨 所拆下来 所制造出来的 所以呢 为什么男生都喜欢追女生 就是因为女生是男生身体里面的肋骨 所以男生如果追不到女生的话 就觉得整个人是不够完整的 这是个传说 那我们看这幅画 这幅画是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一点圆 这故事我们等下来说 那佩琴你看看这幅画 你觉得米开朗巨罗画亚当跟夏娃 我们先看左半部 你看到感觉是什么 觉得人物很壮 尤其是夏娃的手 手背那边 夏娃是个女性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 但是米开朗巨罗把夏娃呢 刻画的相当具有男性化的肢体 那个肌肉相当相当的发达 跟亚当几乎别无而知 所以米开朗巨罗我们刚讲过 他比较喜欢强调身体上的线条 这一点也是达文西批米开朗的地方 达文西觉得说 我们绘画就要按照人体的肌理骨骼去描绘 可是米开朗巨罗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他要表现出那种精神 所以他有时候会把它夸张一点点 那像这幅足处伊甸园 就是指亚当跟夏娃偷吃了禁果 就是有一棵树上 上帝跟亚当笑说 这棵果实你们永远不能吃 可是有一天呢 在树上有一条蛇在这里 他把蛇你人画了 有没有 画成一个人的形状 这副蛇就诱拐了 亚当跟夏娃 吃了那棵禁果 上帝知道之后 就把它们组出了伊甸园 他觉得说他们两个人不听神的指示 不听神的话 所以把它们组出伊甸园 那我们再来看 比较近看就是 我们刚讲过夏娃这幅画 他的肌肉线条相当相当的男性化 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绘画上面 事实上米开朗基罗的雕刻作品 也充满这种阳刚性的风格 我们来讲一下文艺复兴时期三节 他风格的比较 达安西我们刚看了 摩纳丽莎的微笑 像你刚所说的 他的用色比较深沉 我们来讲一下这几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 中世纪跟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艺术的主要差别有什么呢 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思想的发源地是怎么样 文艺复兴艺术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那请大家比较一下 拉斐尔跟米开朗基罗 他们这两个作品的最大的差异跟相同的地方 那最后呢 我们有一些阅读资料供大家参考